好,上次他們寫成這樣啦,中文啦 那這次我們就不如玩一下 改變一下字體的大小 那怎樣改呢? 我們首先下一行 再打一個字給他 譬如叫做大字 我們想要一個大一點的字給他 我們先看一下,如果我們不放 我們就這樣,他就出個大字啦 那我們就要一個真的大的大字 我們就要在他前面加一個 又是加標籤,加一個Font 後面也要關上他 即是夾著我們要放大的字 我們就要改變大小 就用這個Size 要告訴他Size就等於多少 那這裡可以打多少呢? 又不是說你幾大都可以 又不是說你幾小都可以 他呢 是我們可以最小打1 可以1,2,3,4,5,6,7 他是這幾中選擇的 那譬如我們打7 我們再Size 重新整理,我們發覺這個字很大 那如果我們這樣 我們先給個... 我們先給個... 我們先給個對比 我們先給個小字 我們先給他 對啦 這次給個小字 我們打1 對啦 那你們看到了 大字就這麼大的 小字就這麼小的 對啦 就是Size 7呢 就這麼大的 1就這麼小的 對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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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不打呢 其實他會是3的 即是說這個... 中字呢 中文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會是3的 我們可以這樣啦 我們將... 這個呢 改成... 3啦 那我們會發覺呢 數算了之後呢 按F5呢 是沒有變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本來就是3的 就是我們不寫呢 他就是3的了 對啦 如果我們打4呢 他就會... 放大了一點點 對啦 打3呢 就還原了 打2呢 他又再縮小了 對嗎 對啦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個... 大小的... 字啦 就是這樣啦 對啦 那... 那我們呢 就... 再玩些東西了 對啦 玩什麼呢 就是這個... Font呢 除了呢 是可以變成這個... 字的大小之外呢 它呢 還是呢 可以改變呢 顏色的喔 顏色當然我呢 是Color啦 對啦 但你可能會問 Color不是... C-O-L-O-U-R 什麼呢 對啦 但是呢 這個是所謂的美式的英文 就是它是這樣的 那就... 不要理它啦 總之就是這樣 那呢 就... 對了 那Color 那Color打什麼呢 對啦 打什麼呢 譬如我們試試打Red 就紅色的嘛 那就紅色啦 是不是 那... 但你可能會問 呃... 我們... 試試打另一隻色 這次就Blue 那... 那就變成藍色了 是不是 那... 那我又... 但你可能會問 紅色... 都有光有暗的啊 藍色都是有光有暗的啊 是不是 對不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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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想要暗一點的 或者光一點的 那又怎樣啊 那... 那我們呢 原來呢 就是有一種方法呢 就是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編碼 去代表呢 它是什麼色的 對了 怎樣做呢 就是首先我們要打到頂上 跟著呢 就要六個... 六個位的 六個位的 對了 前面這兩個位呢 其實是代表著紅色 它有幾光 中間這兩個位 是代表著綠色有幾光 後面這兩個位 是代表著藍色有幾光 對了 即是紅綠藍 對了 嗯... 那... 它呢 就是這個... 它用這個... 十六進位制呢 去代表的 那... 它呢 是由... 00呢 就會去到FF的 對了 也就是說呢 例如... 舉個例子 我們六個... 呃... 六個F啦 對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紅色呢 我們呢 調到最光了 因為它0 由0到FF的 所以FF呢 就是最大... 最...最光的了 對不對 那... 那麼呢 紅綠藍都是... 最光呢 那是是什麼 那是白色來的 那我們先試試一下 稍一算 欸... 不見了啊 為什麼呢 因為它白色嘛 底部有白色嘛 那當然是看不到啦 對不對 那... 但是它確實是變了白色啦 那我們呢 就... 比如說 我們剛剛紅色呢 我們呢 就當然呢 是不想要綠色和藍色啦 那我們就會呢 紅色放到最大 防到最光,當然就會變成紅色的字 那我們想要暗一點,我們可以教洗它 那就暗了 如此類推,例如我們00FF00,即是綠到最綠 即是最光的綠,那就綠色 同樣也是,如果是00000FF,那就是藍色 就是這樣 這裡你可以自己試一下,或者你對色彩有些研究 你會知道怎樣去溝出色彩 剛才說是紅色,就是FF 那如果我們要黃色,那怎麼辦 我們紅、綠、藍 前面兩個代表紅,中間代表綠,後面代表藍 那沒有黃色的,對不對 但如果你熟悉色彩的東西,或者你有學過的話 那你應該會知道,黃色是什麼 黃色是紅光混這個綠光 黃色是紅光混綠綠光 紅和綠都放到最光 對了,那他們就會出了一個最光的黃色出來 對了,不過當然它太光了 那我們可以調暗一點的 譬如這樣 調暗一點,它就會偏向金色 對了,那我們就 對了,譬如說 譬如說,橙色呢 橙色呢,就是在紅和黃中間 紅橙黃色暗子 所以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紅色光一點 綠色呢,就暗一點 因為剛才我們,我們紅和綠一樣光的話 那它就會偏向黃色的,對不對 那我們要橙色呢,當然要紅色就佔多一點 綠色就佔少一點,對不對 那它就會是橙色,對不對 對了,紅橙和綠都說了,對不對 那我們青色呢 對了,譬如我們要橙色呢 我們就要這個,要這個,這樣的 就是綠混藍,這樣 因為這個,就這樣藍呢,它是這個,正藍 就是,嗯,對了,這個 這個,正藍色呢,我們如果要橙色的話,我們要混一些綠色的成份 就會變成這樣 大概是這樣 或者我們就給他一個紫色 紫色是什麼呢? 是藍溝紅 我們是藍溝紅 但是如果藍和紅 他的比重一樣的話 就會比較 感覺是偏向 再紅一點 其他色也是這樣 看看紅綠藍的比重 自己去改 所以他可以有很多種色 今天就講了自體的大洗 還有顏色 暫時就講到這裡